大概有六個人 然後從前後大概 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我分配到我的時間 大概將近四十幾分鐘 所以說 那內容呢 對不起 因為檢察官有延定要求 這個援手偵查不公開 我總不能希望說 接受訪問之後 就接著下來 以泄密罪被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